市長 民進黨裡面 大家都知道你跟林佳龍的關係非常好 因為他不是你最討厭的新潮流系 他是屬於鄭國會的 那你覺得林佳龍應不應該下台 為這一次的事件負責 問我的話我覺得解決問題比較重要 每次你說什麼下台 下台最爽速 所以你認為林佳龍不應該下台 不是啦 要把問題解決 每次都下台 下台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你認為他要把問題解決 不應該下台 不是啦 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 不是下台跟不下台 解決問題當然很重要 現在就是林佳龍應不應該負政治責任下台 應該還是不應該 不是啦 我一直很不喜歡這種文化 他自己都請辭了 你都不敢說他應該下台嗎 你要為留他嗎 行政院沒有人為留他耶 柯文哲因為你跟他交情好 所以你認為他不應該下台 那誰該下台 我沒有說 不是啦 這個事情喔 還是那句話 每次你們都說誰要下台 可是從來沒有人問說 那你覺得台鐵的問題沒有解決是誰的責任 其實兩年前那個普悠瑪的檢討報告出來 擺在那裡也沒有人在處理這才是問題 所以應該是蘇貞昌沒有核定 蘇貞昌的責任對不對 他們自己要去處理 但是我覺得還是那一句 那你覺得普悠瑪的事情沒有人負責任 當時呢普悠瑪時代還不是林佳龍交通部 所以你認為他不應該負責是不是 不是啦 普悠瑪事件有檢討報告 檢討報告出來就要很分門別的很認真的去把它執行 檢討報告行政院沒有核定 所以不能夠執行 所以你認為應該不是林佳龍的錯 是蘇貞昌的錯 他拖延不核定的錯是不是 不是啦 他們其實有去執行啦 只是說 你到現在都不鬆口保護你的朋友 市長 我覺得你也是是非不分 你點頭 是非不分 該負責任的人到底是蘇貞昌還是林佳龍 我問了你那麼久 你都不敢說 所以你真的非常的相怨 好 我對你非常的失望 我們看下一題 市長 請問我們陳佩奇醫生 打過AZ的疫苗了嗎 據我所知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其實大家現在都在想說有沒有更好的疫苗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下個禮拜我會乖乖去打 我覺得只有這樣 因為你 下個禮拜你會乖乖去打 如果輪到我的 我會去打 好 我們從頭說起 我們台北市醫護人員打AZ疫苗的比例非常低 包括陳佩奇醫生到現在都不打 你也沒有敦促他去打 你也沒有去鼓勵我們台北市醫護人員打 我們看看當時呢 疫苗來的時候 你說台北市的醫護人員打的意願是四成 可是呢 我去調了資料 3月22號 我們統計台北市可以施打的醫護人員 他們醫護人員施打的意願只有33.2% 隔了十幾天到4月7號 打的意願下降10% 變22.2% 我們醫護人員 台北市的 我不賺中央 對這個疫苗這麼沒有信心 隔了十幾天 本來有三成二的人願意打 現在變了二成二 連陳佩奇都不打 好 那真正打的比例有多少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表格 真正有意願施打 又應該施打 有權力施打的人 我們台北市已經完成施打的比例 只有9.1%啊 9.1啊 非常的低 其中最低的是中興院區 只有4.8的人完成施打 第二是陽明6.3 第三是仁愛8.3 施打率這麼低 所以中央也急了 這批疫苗快到齊了 我們再看下一張比例 他就頒布了一個可以施打的比例 施打的人 包括了像柯市長 您這樣的喔 我們地方重要官員以及中央的 還有衛生系統的 還有這個消防系統的 還有這個民政環保警政系統的 我們請以上的首長出列 時間暫停 我們請民政局長 警察局長 消防局長 衛生局長 三個副市長 以及各區的區長 請你們出列 你們都是市長說的 下一波4月12號可以開始施打的 因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不施打 你們現在被點名要施打 請問在座的 你們要去施打的請舉手 都舉手了 好 請放下 你們是不是看風向 看市長說 他下個禮拜要去施打 你們叫集體排隊去施打 那市長 你去施打的時候 要不要帶陳佩琪醫生 一起去施打 我跟你講喔 大家現在不想打是因為台灣沒有疫情 真的有疫情 你還不是要乖乖要打 但是這樣啦 我們其他的議員 你們都願意去施打 那為什麼我們台北市施打比例只有9.1% 那麼低 可以打的人 91%都還沒有去施打 那你這個市長 為什麼不去做一些鼓勵 我們的成績這麼差 我跟你講 議員 你非常的景觀 你不要走 我可以打她 打個音樂